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台灣指數公司總經理陳新昌陳總經理 為我們演講以創新商品及服務推動台灣指數化投資 我們講到股價指數 講到美國的股市 可能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們道瓊指數 來跟各位巴浪 道瓊指數到7年剛好是120年的歷史 它在1896年開始編制 今天聽說紐約證交所在受盼也會有個慶祝活動 同時慶祝這30家上市公司 原來股價指數已經有120年的歷史了 它到底做什麼用呢? 大家都熟知的投資大師巴菲特 他從1993年到2008年他說了一共8次 前兩年年輕人有去口頭禪 說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次 巴菲特他說了8次 他說什麼呢? 不要去主動投資 而是要把你的錢放在一個很簡單的 低成本的指數基金裡面 那我們來看看巴菲特到底說的什麼 其中的這幾次 1993年他說你透過應期投資指數基金 一個什麼都不懂的業餘投資人 都能夠搭擺尋專業的投資人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俗面說的 叫做什麼? 如果安全打死老師傅 只要透過這個指數基金 那到底怎麼投資呢? 巴菲特他認為說 個人投資人最好的方式就是 他就找一個低成本的指數基金 然後定期的買進來 你不會買到最低點 但是你也不會買到最高點 那巴菲特當然很有錢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大筆錢將來要留給他開台 他是透過一個所謂trust fund 信託基金的方式 巴菲特說 他會跟這個信託基金的經理人說 說什麼呢? 你把我所有的錢 10% 放進一個萬元的建國公債 90% 放哪裡? 放在一個費用非常低的標普500 指數基金裡面 那他為什麼這樣子呢? 巴菲特為什麼這麼做呢? 這下面如果各位看得到 他有講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你要找投資的基金經理人 他的長期績效都很好了 才太困難了 第二個 你往往把錢交給這一些基金經理人 高昂的管理費用會把你的印刃死掉 所以 指數型的基金就是指數化投資的一種 我們今天就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到底什麼是指數化投資 它有什麼優勢 有什麼好處 那現在是哪些人在用指數化的投資 被動式的投資 最後呢 跟大家報告一下 台灣指數公司可以為各位服務者 我記得小時候 我們出門 大人帶著我們出門 碰到熟人就會說 問候語 我說 吃飽了沒有? 假罷語 因為當時呢 剛從一個很困苦的時代到一個小康時代 可是到我長大 所透露證券市場的時候 英國七十七年 七十八年 七十九年 大家在路上碰到 不再次說假罷語 而是說現在幾點了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把手表拿起來看 因為問你什麼? 夾全指數幾點了 那夾全指數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報紙 看網路 好多好多股票 它到底怎麼樣代表一個市場 它在報紙說 臺股連三漲 連三漲 因為有 像剛剛李董上講的 臺股有九百多次股票 到底是有些漲有些跌 還是全部漲全部跌呢? 這個時候 我們的指數就派上兩場 它跟各位講 到底是漲了還是跌了 代表整個市場的整體跡象 那如果我們投資人把自己的吃金 透過這個指數編制的規則 按照它的成分股 按照它的權重來投資 這個就叫做指數化的投資 那為什麼要指數化投資呢? 有一下好處 第一個 因為它是被動時的投資 不必去選股 不必去寫進出價位等等 它交易費用 環境費用市場就低了 而且指數編制它有一定的規則 它是不會隨便換店的 它是每根都吃到的 所以它是透明的 那也不容易受到人為的操縱 重要是它既然是指數包含了一欄子的產品 所以風險也分散 在2008年的時候 我們就回頭來講 我們的投資大師巴菲特 當年有一個主動式的避險基金 叫PoloJ 門主避險基金 到底是誰向誰下戰術那麼重要 但是他們就是互相挑戰 被動式投資跟主動式投資 2008年他們取消一個10年的比賽 那麼到時候輸的要決100萬美金的慈善基金 剛好那一年 他們都分別投入了100萬美金 巴菲特就投入了100萬在SNP的一個指數基金 這一個避險基金就投入100萬在它主動式的基金 2008年大家都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金融海峽 所以各位看 如果各位看得到這個投影片的話 最左邊藍色往下的 我們的巴菲特賠了多少 那一年就賠了37% 那這個避險基金賠多少 賠了23% 所以第一年大家都賠 而且巴菲特賠賠 但是第二年一開始 在2009年到2015年 幾乎每一年 我們的巴菲特利用一個很簡單的 S&P500的指數基金 每一年都超越這一個避險基金的表現 那這兩檔分別在2011年跟2012年 我們看到這個淡顏色的 還有淡顏色藍色 還有另外一個淡顏色的這個棕色 分別在這個2011年跟2012年 他們都是轉歸為銀 這個是屬於累積的報酬 那到2015年 各位看到這個藍色的 巴菲特的S&P500指數型基金 它已經破例60%了 這是累積的 那我們的這個避險基金才破例20% 所以他們就提前投降了 本來是一個10年的戰術比賽 他們在2015年提前投降了 一個是他花費了很多新地區超多 一個就是丟在那邊指數型基金 結果誰勝誰負 那是不是說只有美國市場是這樣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台灣的市場 這個是根據我們投信投入工費製作的基金奇效表 在今年2月我們來做了一個整理 各位看最左邊短期的股票型基金 是屬於主動式的操作 開放式的基金 那下面我們的加選指數跟排放50 是屬於市場的指標 那麼如果你照這個指標下一個操作 就是一個被動式的指數型的操作 短期來看一年三年其實股票開放型基金主動操作 是勝過被動式的市場的指標 但是如果你看到5年10年一個中期長期的話 台灣50報酬率5年累積報酬率是超過一點點 4.9% 但是10年的話就超過20% 那如果你在右邊來看 10年的部分市場加選指數84%的報酬率 勝過5票型基金的55% 將近30% 那它的年號高速差呢 相對來說也比5票型基金來得比 那你說美國 台灣 那歐洲呢 那這個呢 就是歐洲的一個統計 他們呢 歐洲的基金呢 在這個不同的領域 他們說第一個是 國國 equity 是全球的 全英正確 全球股票市場 再來呢 新興市場 歐洲 美國 英國 那這是英國的基金 歐洲的基金呢 去投資全世界的表現 那這個我們以最左邊的 投資全球的股票市場來看好 最左邊這個藍色 代表是一年的績效 那一年的績效 績效代表什麼呢 在60%的地方 也就是說 如果以一年的績效來看 60%的主動市基金 被它的市場資料打敗 那我們來看橘色的三年 灰色的五年 黃色的十年 這三個呢 其實呢 我接近80%到90%的主動市基金 都擺給它的市場標單 市場資料 那到底什麼人在用 被動市投資呢 我相信各位在座呢 不會是自己操作不掉 但是呢 有哪些人在用被動市投資呢 第一個 全球的退休基金 30年前 退休基金大部分都是主動市的投資 它自己操作 或者它委託基金經理人來操作 但是現在呢 全球退休基金呢 它全部的資產和借起的15% 它是被動市的投資 那新增的標案呢 有三成 它是被動市的投資 那我們來看 全世界最大最大的退休基金 在日本 叫做七T牌 日本的國民年金 它的資產規模有2.76兆美金 全世界最大 它的股票部位採用被動市投資 佔的分數是84% 那美國呢 它最有名的一個叫PELCRUS 公務人員的退休基金 它的股票的部位當中 採用被動市投資呢 也超過了七成 好 那美國的其他的幾個主要的退休基金 最大的潛伍的都是採用被動市投資的利率 百分之70到90 你說話 那這個退休基金錢很多嘛 對不對 我們呢 其實也有適用一般投資的商品 包括了像ETF 這種就是被動市商品 還有含其他的被動市商品 合起來呢 全球的資產規模有11兆美金 佔了全部的投資總額的14% 而且根據BCG的波士頓管理部門公司 這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一家公司 它的預估從2015年到2018年 新流入的投資資產當中 有高達35% 它是會流向被動市的提示 好 那這個是ETP 我們剛剛講ETF 這邊呢 兩條線一個是ETF 一個是ETP 這個數字我就不講 但是各位從這個圖可以看到 從最左邊到2002年1.0到最右邊的 到今年的1月成長得非常快 全球的ETP市場的資產規模已經達到2.85兆美金 我們台灣呢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指數型的商品 我們從最上面看到 各位可能不覺得 但是如果有做期貨的 我們最大的期貨就是台灣股價指數的加全 加全指數的期貨 這個就是那種指數以後的字 因為它採用了我們的加全指數 在其交所包括它有六檔的期貨 七檔的ETF期貨 另外還有選擇權也是採用我們的這個評價指數 看到六下角 ETF現在有46檔 另外還有指數基金 看到左下角這邊 我們證券商還有發行的權證 其中有一些是指數權證 還有ETF權證 大概更多的是各種權證 但是這個部分其實也是蠻重要的一環 包括我們有在這個海外上市的ETF 或者是店頭的商品 左上角台灣也有追求基金 採用被動式的投資 當然我這邊是舉例 這個勞退基金也曾經給三百億的Manday 圍圈圍圍圍的代曹 當然有更多更多的這個 圍圍代曹的這個退休基金 它是採用我們的加全指數 那這個部分更是近千億 那這個是退休基金 我們的ETF呢 各位一樣可以看到前面幾年 其實1、2市場表現是還不錯 逐一的成長 但是到了最近這兩年 尤其是去年 全年的一個成交量 各位看到那個橘色那一邊 不得了 成交值是之前的可能是十倍有餘 然後整體的資產規模也大幅的增加 到了今年我們以四月以來看 四十三檔有兩千多億的資產規模 然後它的ETF成交值上的股市也有到百分之十了 那我們是不是只有加全指數呢? 其實我們除了這種市值型的指數之外 台灣最近教育所在近年來 我們也開始發展所謂的Smart Beta 所謂Smart Beta就是它不是用式子加全 用別的因素、因子來加全 我要舉幾個例子 比方說各個人均說的 我們台灣就位99指數高新100 高普行低扣高新指數 那這些都是屬於Smart Beta 我們後面才會報告 我舉幾個例子 比方說我們的就業99指數 為什麼叫就業99呢? 民國99年編的99黨成分 希望大家能夠就業99提高我們的就業率 它是用就業人數來篩選跟整個價值 它的就業99指數的績效打敗我們的價值指數 高新指數 我們用薪酬規模、用過利能力來篩選跟加全 這個是一種企業社會責任指數 我們的伊斯蘭指數都根本沒有聽過 但是將來說一定很重要 因為在回教世界產流 因為他們是金銅厚 因為他們是金銅厚 所以他們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我們也根據伊斯蘭立法 然後編制了伊斯蘭指數 將來可以提供這些回教國家 他們的大理的資金來投資我們的市場 最後這個部分 因為整體的被動式投資、指示化投資的市場 大幅的成長 臺灣政運交易所為了要迎接這樣的趨勢 同時也希望藉由指數化的投資 導引國內、國外的資金進入我們的市場 增加資本市場的動能 所以在今年成立了臺灣指數公司 那我們的指數公司 承接了政教所通負的編制指數的經驗 我們的主要指數 再加上附屬的指數 有一百兩 我們也培養了分野的人才 目前授權出去的產品 有達到八百多種 追蹤的資產也有一千四百以上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的服務範圍就是我們編制指數 根據國內、國外的趨勢來編制 根據我們產品線的完成來編制 根據我們客戶的需求來編制 同時我們也會加持資訊商品 主要在指數方面相關的這些資料 我們也透過這些新的指數授權出去 讓我們的資產管理業者 讓我們的銀行、讓我們的保險公司 讓我們的證券商來發展新的商品 來服務、提供我們投資的更多元的選擇 那這邊只是大概你也示出來 我們目前已經有編制的部分的 或者是主要的指數 包括了我們市場的標竿系 表達最熟知的是我們的加選指數 我們的主題型的指數 Smart Beta指數、我們槓桿、反向的指數 從未來發展的方向 也希望就幾個不同的面向來繼續延伸更多 提供更多的指數 比方說以社會議題來發展 舉例 目前國內的生育率是逐漸下降 然後規格這個紅色的線 然後我們的平均壽命是逐年的成長 所以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結果 大家需要更多退休理財的產品 我們希望能夠編制高股系的指數 來使用豐厚的回饋 也希望透過編制固定收益 能夠有固定的一個收入和移動 這樣的一個老齡化的社會的投資所需 近年來我們投資機構非常注重SRI 社會責任的一個投資 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同時社會也對於上市公司的期許 希望他們進入更多的社會責任 所以我們也會編制企業的社會責任 我們也會編制企業的一個指數 近年來因為國際經濟的影響 包括國內還有稅務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在未來的政府發展產業 我們也能夠配合發展特色的重點的產業指數 引導社會的資金來投入到我們的產業 讓我們的經濟能夠更緩柔的發展 近年來特別是我們林董事長 引導臺灣政經交易所 在國際的合作跟不管是亞洲的周邊交易所 或者是歐洲、美國的交易所 都有很多合作的計劃 我們臺灣指數公司也會跟這些交易所也好 或者是在不同市場的指數公司也好 透過互相的合作 甚至合編指數等等的方式 希望能夠讓區域的發展 讓我們臺灣市場的發展 能夠吸引更多的資金 那最後呢 我今天大概報告的內容包括 我們一個被動式投資的現況 被動式投資的收益績效表現 是歐洲公司的合作 我們全球的退休基金 紛紛轉向被動式投資 所以ETP、ETP市場也大幅的成長 被動式投資的需求強勁 那所以呢 臺灣指數公司透過指數研發、授權跟加值資訊商 能夠來預估市場的客戶 來創新我們的商品 以及透過證券商、銀行、保險公司 創造更多的金融商品 來發展臺灣資本市場的被動式投資 臺灣指數公司呢 也希望本市的指數、創新、加值、創作的願景 結成為大家服務 謝謝大家